稍微控制一下 因為畢竟先發投手 好 這個球在左外野方向打得蠻深的 有沒有機會 哎呀 直接越過了拳力打 大強啊 被申浩瑋大忙一回掃出了一支陽春炮 所以現在申浩瑋的七空又變成了獨居球隊的第一名 一棒就把比分給追平 所以說他的 趙恩的球路偏高的這個狀況 在這一個半局受到了傷害 而且又是壞球走在前面 沒錯 所以對於打者來講的話 他更有權力揮擊的本錢 今年富邦漢將的全年度的拳雷打 目前在聯盟當中是排名第六位 在這支拳雷打之前只有三十一轟 完全是紅中被逮到 在球數落後的時候變成說 他不得不搶好球